近日出台山西省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其中提出山西太原和静中两市同时达到红色预警 或者三个及三个以上连片社区市预警等级同时达到红色 将启动最高级别省级预警 4月18日记者在太原街头采访 提及重污染天气不少市民提出自己的看法 现在比原来好多了吧应该是 像现在那些交化场这些都关停了 随着五一假期的临近 住境旅游项目在此